台湾烟酒公司的20度道香料理米酒 今天正式进军外岛金门 要跟小三通从大陆来的米酒一较高下 而为了抢生意呢 业者大力促销 结果一天就卖了2000瓶 这可是金门两个月的米酒销售量呢 排队买米酒的人潮今天出现在外岛的金门 为了能多买几瓶 有人来回排队 有人全家总动员把孩子当人头 这是烟酒公司第一次在金门举办的促销活动 由于担心金门人没有习惯用米酒 业者还请来了大厨 现煮一大锅香喷喷的烧酒机 吊断排骨 让民众免费试吃 甚至还大手笔推出三张八票 换一瓶米酒的噱头 促销的手法还果真奏效 原本滞销的家颜料理米酒 没一会儿功夫就成了抢手货 连从小喝高粮酒长大的阿伯都说赞 米酒卖得好烟酒公司也乘胜追击 原价48元的倒向20度料理米酒只卖32元 主要是让金门的民众改变料理的习惯 打开金门的市场 同时也让金门成为开拓大陆市场的前锋 今天的这场强力促销 2000瓶米酒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光了 也创下金门两个月的米酒的销售量 台湿新闻汪米亚金门报道